欢迎王国战 嗨大家好 我又来了 我们上次有聊到很多跟A剧团有关 这种小剧场的表演 你非常喜欢 对我特别喜欢中小型剧场 因为真的是充满创意 以及各种想象力突破现实限制的 魔幻剧场 魔幻的时刻这样子 然后所以我常常在节目单自我介绍也说 我特别喜欢参与实验性的作品 也喜欢被作品实验 我觉得能去尝试那些很 说奇奇怪怪吗 也没有到特别奇奇怪 就是创新的 对很多有创新的想法 我觉得很好玩 能够参与创作的部分非常大 因为我记得A剧团有一部分 也是让团员自己创作对不对 我们有蛮多系列就是会 演员们提供他们的想法 甚至是他们甚至可以设计一整段的表演 就不是只有导演或是编剧所安排说 大家就是按照这个演 大家共同发想 对共同发想之后呢 导演在帮大家组装起来变成一个 蛮量身定做的作品 那你觉得这个部分 你参与的时候觉得好玩吗 老实说一开始 还蛮 还蛮让我很 某方面也算是冲击跟 吸收 新的领域的知识嘛 因为那个时候就对剧场比较不懂 所以当 当我原本 接触舞台剧的时候 就是 的概念就是 演员就是一个 有点像是导演执行的一个棋子或是工具 一个玩偶这样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我那时候认定就是 认为演员就是要有高度的执行力跟完成度 去完成导演想要的 画面跟的 甚 画面或者是理念 对对对 所以当开始接触 像刚聊到的需要共创的地方的时候呢 而且不只是 以共创为主题的作品 甚至是 几乎是你参与的所有的作品里面 演员 不只是一种 执行的 角色而已了 他必须要在 排练的过程中 给予非常多的回馈 因为 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所以当 一个桥段 是由这个演员去 呈现的时候 每个人感觉不一样 所以他必须要 反而他需要让 导演知道说 你的感觉是什么 以及 你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在呈现这段戏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呈现 所以其实 演员的创作能量也要非常的强 而不只是 他能够 很能适应每一个东西 这是我觉得 蛮大的观念上的改变 所以再加上 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 要做自己的创作的时候 我超级不 就是不知所措 原来 原来我 原来演员还要有这样的能力 就不只是要按照上 剧本或者导演的指示 这样子 他怎么说我怎么说 还要有自己的创造力 要有自己的想象力 要把这个剧的剧情 把它生出来 就是有一 我到现在就还是要 有一种感觉是 原来演员要 要很乖 但也不能太乖 对 你要某种 要有种叛逆的状态 在你的骨子里面 你才能有 更多很 很熟你个人的想法 你可以呈现出来 这是我觉得 蛮有趣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子的话 要很叛逆 有自己的想法 会不会你平常 在其他生活中 也是这样子呢 这样子啊 老师说也蛮叛逆的啦 对啊 因为 我就是 我本身个性就是 比较不喜欢一层 比较不喜欢一层不变的状态 对 所以 所以 我就跟人家聊天 我也就是 我很喜欢闹啊 然后或者是开玩笑 这样子 对 所以 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 也 不是说太多的障碍 只是说 当我理解到 原来是这样的工作环境的时候 我就可以 找到一个 连结的管道士 原来我生活的状态是这样子 这样其实在 表演这件事情上 它是有 一定的 共同性的 对 大概是这样的心路历程 所以你会觉得说 你的生活跟你的表演是有很大的关联的吗 我认为是需要有关联的 因为演员就是呈现生活的一部分嘛 因为 对对对 因为剧本 那 那 呃 我还蛮希望自己 不喜欢自己 不自然的感觉 太演了吗 嗯 嗯嗯 那当然演有 有它有一定的效果 但 我自己的口味啦 跟我自己 期许的就会是一个 我很 我就是 很 平洋的呈现我生活某一个面向的状态 让它在舞台上 是可以跟 这个剧本 现在这个情境可以很自然的 何而为一这样子 才会是一个 真正的我站在舞台上表演 这个角色 而不是说好像真的就是 在演呈现某个 很样板的东西 这个好像跟不同的表演法 就会有关联了 对对对 这有点太深入了 我也觉得有点深入 因为毕竟我算是一个 半路出家的演员嘛 因为我本身不是学表演的 所以真的 关于表演系统这件事情 博大精深 我还在努力的探索 这个东西真的 如果讲出来的话 可能也要讲 好多集都讲不完的 这个表演法 或者是用什么样门派 或是什么什么的演法 对啊 这真的是要老师等级的人 这个太复杂了 老师等级可能上一个学期 或者是一学年的课程 才可以讲完这些东西 应该要做个20集这样 可能要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节目上 细细细的聊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或者是之后有空的话 再另外再开专门的 专门的专题来聊 甚至聊到说 我们刚刚聊到哪里 我整个忘记了 我们刚刚聊到哪里 没有刚刚就在聊说 你对于那个戏剧的一个 就是一个心态吧 算是 我在学习的路上 我怎么看这件事情 是是是 对对对 但但还 我想到了啦 我们刚刚的源头是 我比较喜欢中小型剧场 是啊是啊 对对对对 是这样吗 刚刚聊什么吗 整个忘记耶 没有啊 刚刚就在聊说 你觉得这个戏剧 然后你喜欢这种表演 然后想让自己生活跟戏剧是合在一起的 啊 对对对对 我不喜欢就是扮演一个 很 很 很假的东西啊 对不对 就很真诚的把自己的一部分展现给观众看 嗯 就比较不是一种我就是为了让你开心我 然后我我特地做什么 然后硬要做什么 那种感觉 很为了演而演的感觉 嗯 啊我刚好最近就有在也是有些上课吧 那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关于刚刚讲的就是 我自己很不喜欢我为了让你笑 然后硬做了一些东西 就是我最近有学到关于喜剧这件事情 嗯嗯因为喜剧他表演的方式是他还是还是源自于写实这件事情 嗯只是他他的他为什么会让人家觉得真的很好笑 就是因为他出乎意料之外 嗯嗯 然后呃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我好像我好像比如说这边这边要有一个喜剧效果 可是我不是为了讲话特别大声讲话特别奇怪 而是我应该要去思考说现在这个情境是什么 那呃正常来说的确生活中会发生这件事情 可是 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是在这个情境也是可以合理的发生 但是因为他合理的发生可是他有点像是特殊的个案 所以会令人觉得很意外所以觉得很有趣所以觉得很好笑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最近刚演完怪胎吗 嗯嗯嗯然后有一个桥段是呃细细的很后面了 嗯然后呃男女主角在超商吵架 那女主角女主角要报警把他抓走 嗯哦所以其实这个情境就这样这么简单 然后我就是扮演那两个两个警察就是进去他报警 我进去把他带走结束 嗯嗯嗯那呃这一段其实 那这段的处理就是希望可以喜剧一点嘛 因为它只是一个小片段希望大家可以放松一下 开心笑一下 那那个时候就在研究说那要怎么让他好笑呢 所以我们就我就试了比如说讲话很奇怪 就那个警察讲话很奇怪 呃或是呃比如说呃我一直一直应该说我一直试着在 啊因为这段的戏蛮即兴的 嗯我一直试着在台词找到很有趣的表达 嗯哼呃但是怎么讲我觉得就是好奇怪 抓不太到那个感觉 对我很像一个配音员就是硬要找一个很有趣的声音 然后很有趣的讲话很奇怪的逻辑 嗯 但我一直就觉得那个效果很不好 嗯然后有一天我就只是想说 那不然换一个换一个人设好了 因为我们想到的警察就是那种可能很帅气啊 那我就在想說有沒有可能這個警察是一個 已經瀕臨退休的老阿伯 有可能啊 對他就是一個即將退休或者是已經退休但是真的沒事做 那就是來警局幫忙的那種感覺 我就試著操作了一下 我自己蠻喜歡的就也很好笑因為他就是一個 因為女主角想要報警把男的抓走嗎 所以然後然後但是我如果設定一個就是他就是一個 甚至已經好像身體不太好的老阿伯還在當警察 然後進來的話會發生什麼事情 那就真的蠻work的因為他就是動作很慢 然後講話講話也很也很緩慢 對對有時候然後他就變原本是講原本那個台詞是把他帶走 然後好吧帶他去結帳這樣子 但是那個老阿伯進來就是一種 喔好啦帶走啦 好啦就先帶他去結帳 然後我就覺得 再反而意思就是說那個出乎意料的感覺是我們想像的警察 他是一個他就是要像剛剛講不必殺人很威武 然後很意正很正義就是人類人帶走 但如果今天換一個其實這種退休的老警察也有可能出現在警察 或者是就是比較比較隨性一點或者比較這種 對對對你就會很出乎意料以為這個場景應該是要應該是要很快速的解決 但其實我換了一個超慢的老阿伯進來 也完成了這場戲 但也也造成了很有趣的效果 是 對那實際操作下也發現 嗯 觀眾基本上都蠻蠻在這邊都蠻愉快 那也就是欸我自己也蠻喜歡的 就演員在演員在舞台上也沒有覺得自己自己過不去 對對然後觀眾也喜歡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好的結論這樣子 對對對 嗯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把送回來 可以 親愛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北斗分局分局長新名儀 臉書耐網路購物詐騙手法五花八門 如果看到貨到付款一頁是購物網頁 商品價格過度低於市價 寄貨人不是本人或是公司行號等特徵 最要小心有可能是詐騙哦 多一分謹慎自身的財產也多一分保障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斗分局歡迎你 好聽眾朋友您現在聽到的節目是 復興廣播電台復興藝文館 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四點到四點五十五分 歡迎大家準時來到館裡頭 尤其是在今天的節目呢 可以聽到方法為大家邀請了很多 非常優秀的藝文工作者 在館裡頭跟大家見面 好我們繼續呢 聽方法為我們所帶來的精彩的內容 我們邀請到的是王國戰 來跟我們分享他的戲劇人生呢 對啊這聊不完耶 剛剛一直在岔開話題 笑死我們在我們在排練常常就這樣子 嗯 比如說排練到一個東西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在笑 欸這個 可不可以往這邊發展 對對對然後聊一聊說 欸我們最近也 對我最近也發生一件事情 然後半小時就過去了 我們很喜歡就是岔開話題聊天 沒有我們現在要回到正題喔 來來來回到正題回到正題 你除了在A劇團之外 還有在另外一個劇團也有在演出嘛 沒有錯 是叫做 叫做天馬戲創作劇團 這個跟A劇團有什麼不一樣呢 有一樣有不一樣的地方喔 不一樣的地方 但就是它的類型很不同 就是天馬戲創作劇團 那就像團名說的 它是天馬戲 對所以它這個團呢就是 是致力於把馬戲結合音樂劇的一個團隊 馬戲所以會有什麼樣的一些特別的一些演出 任何馬戲範疇類的都是我們一直在研究的項目 就比如說 因為馬戲有包含 身體功夫 物件的 比如說 疊落汗啊 翻跟斗啊 然後 物件的話那就更多了 就是你各種看到的 它丟的啊 甩的啊 高空的啊 大型的騎腳踏車的啊 那種都是屬於馬戲 馬戲團你看到的東西 我們都在試著讓它可以結合在音樂劇的語彙裡面 讓它是一個平等的存在這樣子 而不是說一個音樂劇 我只是做了一點馬戲 而是馬戲這個符號在音樂劇裡面 它代表著什麼 然後可以說什麼樣的語言這樣子 所以它跟A劇團 某方面類似的地方就是在於 我們也是把 一個東西試圖跟音樂劇做融合 對 讓它在劇中都代表著一種餘會 而不是一種輔助 那這樣子的話 在表演的人是不是就沒有辦法唱歌 還是說一邊表演 比如說在空中飛人 一邊表演一邊要演戲嗎 這也是我們自力在研究的東西 因為 音樂劇就是不可能我放 放卡拉 不是 不是放 錄好的音嗎 對 我們一定是唱現場 但是那我們要怎麼在邊做馬戲這件事情上 也要邊能完成音樂劇表演這件事情 我們的演出目前都是 沒有放錄音的 就絕對都是 現場的 對對對 所以 應該說回應你剛剛問題是 這件事情辦得到的 嗯 只是我們要怎麼讓它更舒服的呈現 因為的確 我不可能我在下腰的時候 我已經身體 就是這個 呈現奇怪的Arch 說 我能好好的唱歌嗎 我先不確定 因為可能 也包含演員身體素質 對 但是 如何讓這件事情發生在音樂劇裡面呢 我認為有機會辦得到 只是 怎麼辦得到呢 我們就是會想辦法把它弄出來 這樣子 嗯 我們目前做過蠻多很有趣的事情啊 比如說 我們有人會 我們有人是呼拉圈專項的 嗯 他就邊甩呼拉圈邊搖呼拉圈邊唱歌 辦得到 嗯 然後還有那種 呃 呃 還有那種 目前做過蠻羅漢啊 我們 我們有 比如說兩排人嘛 嗯 然後有人站到肩膀上去 然後全部拉起來 然後照樣可以唱歌 哦 對 那這樣子真的核心要很有力 對 所以就是 大家那瞬間全部 ㄍㄧㄥㄧㄥ 那還是要好好的唱 而且還要唱和聲這樣子 嗯 我就覺得 辦到了 這樣 我還有做過那種是 呃 那個招式叫做 歌草機 他的意思就是說 有一個人坐在你肩膀上 嗯 然後前面會有腳嘛 他那個腳再勾住一個人 所以中間那個人就是支點 然後開始旋轉 哦 對 所以就很像一個 會甩的那個除草機那樣 所以那個招式叫歌草機 ㄟ 在那個動作上你還要唱歌 哇 那真的是 很難想像對不對 但我們辦到了 很難唱 那應該會很難唱 非常難唱 但在設計上 我們試圖讓他達成了這樣子 嗯 我們還有做過那種 呃有一齣戲 然後他必須用鑽彈 嗯 要邊唱邊丟啊 什麼什麼的 照樣可以唱 哦呦 那這樣子 要一心多用 要會演 要會跳 要會唱 還要再做這些特技 沒錯沒錯 就是一個 又是一個 又是一個搞死自己的劇團 這樣子 但又覺得很好玩 就是喜歡參與這種 很有趣的創作 因為 辦得到嗎 辦得到 雖然一開始可能成效不是很好 難度高了一點 難度高了一點 但是 完成的時候就很有成就感 嗯 對對對 因為那也是一種劇場的魔幻啊 哇 原來一個演員可以做到這種程度 所以 當觀眾生力其境 欣賞到這個 演出呈現的時候 而且是成功的時候 我在 我 我也在台下看過這樣的演出 是叹為觀止的 嗯 那 像是 這一部 這個劇團的話 就會有 音樂的伴奏了吧 因為他們應該不是 阿卡佩拉嗎 對他就不是阿卡佩拉 他就是有 我們有現場的樂隊 也有可能是放 已經製作好的卡拉 卡拉帶這樣子 嗯 如果這個時候再用阿卡佩拉 我覺得可能會發瘋 老實說我還曾經有想過 我就想說 欸 那我在A劇團 然後現在也認識了天馬戲劇團 其實 因為其實他們也是有淵源的 是有認識的 有一個契機認識的 那我想說 哇 如果有一天 有沒有機會這兩團一起合作 又發生什麼事情 應該很瘋吧 會很可怕 會很可怕 但我覺得 我現在真的很難想像 我沒有辦法 我真的已經 很用力在那邊 撐疊羅漢了 我還要那邊 噔噔噔噔噔噔噔 我沒有辦法 那個音準可能真的會 會非常的 需要一部分的人 可能專門唱 一部分的人做 喔 那就是技術考量上 那我真的覺得有機會達成 這個可能比較容易一點 有 那這樣比較有機會達成 對對對 對對對 你真的都喜歡參加一些難度很高的劇團 呃 應該說當初 當初接觸會覺得 就學啊 應該沒那麼難吧 然後很好玩啊 重點是好玩 然後但是 呃 進入之後才發現博大精神 真的是 不要不要覺得說好像這件事情 跟這件事情 其實就只是組在一起而已 其實 組在一起的過程有非常多學問這樣 嗯 要克服很多很奇怪的一些難關 對對對 這是很 這是實際操作才會遇到的這樣 唉呦 真的 你到時候會不會再去參加一個什麼 很奇怪的劇團 要展現什麼 超能力的 呃 我 我覺得我人生應該差不多了啦 真的 但如果再有的話 我覺得就是緣分 因為 因為真的也是因為緣分才認識這兩個團 然後 走到今天就是 都都有在很很 不錯的發展 這樣子 因為要可以成為一個正直的演員 是蠻困難的 嗯 老實說是 因為就儘管我現在 幾乎也都是 呃 呃 有一些演出的安排 嗯 是 呃可能固定了 兩三個月就會有一檔 的這種頻率 嗯 要照顧好自己的生活 還是 還是 沒有到所謂的穩定啦 我覺得 還是蠻辛苦的 如果認真來說 認真來說 因為對啊 比如說台在住在台北 房租 生活起居 然後 有時候 十一住行 對啊 生活起居十一住行 然後 呃 你要有家人 你要照顧 這樣子 嗯 所以真的也是 還是很辛苦 嗯 但樂此不疲啦 嗯 至少 是還可以 過得下去 嗯 而且我覺得他 呃 表演這種事情對我來說 蠻有趣的 就是一個 呃 雙向的 一種 一種雙向的獲得嗎 啊 因為 我在表演上也 在表演上也 在表演上也蠻 蠻有收穫的 甚至是一些 心靈上的成長 比如說我在戲劇裡面 我可以因為一齣戲 想要 一齣戲想說的話 反而 療癒了自己 我有一些 很意外的獲得 然後 嗯 嗯 嗯 對啊 怎麼突然講還蠻感動的 沒有啦 就是很喜歡 對對對 所以不只當作是一個工作而已 還是有 對對對 更多的這種熱情 還有更多的這種 抱負在裡面 嗯 戲劇給了我很多 那我也可以透過表演 呃 抒發很多一些 一些 平常 平常不太敢表達的狀態吧 嗯 嗯 因為有時候戲劇張力會比較大一點嘛 對啊 就可以把平常生活中的一些 嗯 不好 不好爆發出來的能量讓 爆發出來一下 怎麼講好像在宣洩 但但但我覺得是 是可以讓我面對這些 這些平常不太好表達的狀態 嗯 嗯 是 比如說 嗯 比如說 憤怒啊 悲觀啊 那 那 畢竟戲劇就是一個 呃 它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真 真實的 對嗎 它就是一個舞台上假的東西 對 所以當我 可以可以試著透過這個面對一下這個狀態的時候 我該怎麼 處理它 嗯 嗯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 美麗史萃博的一句話 甚至我真的把它當成自己 我的座右名 嗯 某一個某一個新的座右名 他那時候在得獎的時候就有說 呃 把你那些 負面的傷心的 都把它轉換成你的藝術表演 我覺得這這這我 呃 我英文沒有到太好 但是他就是 這個過程 哇 有很多很多的意涵在裡面 嗯 嗯 我覺得這很深啊 然後 很喜歡這樣 就是把這些東西變成自己的養分 對變成自己的表演能量 嗯 嗯 儘管你在 台上是 一個 你可能 你正在演的角色是一個 不是一個很很好的人 對 可能是 反派 反派啊 或是大壞蛋 或是 超悲觀的人 對 但是你可以透過戲劇的這個 這個濾鏡 你可以好好的認識這個狀態 嗯 因為他 因為他 你也會知道 你也會在這過程中 你會知道說這不是真的 那 但 但你有某方面的投入 所以你可以有一定的距離 可以觀看這件事情發生 然後 而且是作用在你身上 嗯 它是一個很很複雜的關係 很有趣的一個關係啦 但是也會有一點小危險 如果沒有拿捏好距離的話 的確的確就是所謂的入戲台生 或是什麼出不來這件事情 嗯 嗯 蠻多演員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因為像我一開始也會 也會嗎 也一定會 就比如說 哭的不 哭到太誇張啊 太投入 停不下來嗎 還沒有到停不下來過 但是有一種就是 我演完之後有種很憂鬱的狀態 就是已經戲結束了 但是 那個角色的情緒還沒有離開身體 對對對 但這個 這個的確是演員的功課 他需要去訓練的 嗯 因為畢竟演員就是要去適應所有角色嘛 所以當抽離也是需要一個練習 嗯 所以 像我的話 我的話就會有點像是給自己一個儀式感 儀式感 嗯 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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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知道說 我確定要跟這個角色好好的放下這樣子 跟他 說拜拜 嗯 比如說 最後一場演完回家洗澡啊 然後在卸妝的時候 看著鏡子的自己說 謝謝你做到了 你很棒 對 對 我像我 跟這個 say goodbye 對我會這樣子然後就說 那接下來要繼續加油 因為下一檔又來了 呃 之類的 對對對 總不能把前一檔的情緒再帶到下一檔戲 嗯 但 剛好 剛好最近也演完 演完一個 一檔戲嘛 就是 風夕月的怪胎 嗯 然後因為剛好 這個戲的製作期跟演出的時程滿長的 所以跟大家有長時間的相處 然後 也 也感情滿深厚的這樣子 然後 剛好就在跟劇組人聊天 我們就在聊說 嘖 哇真的是 演員某方面也是 在心靈上的衝擊要蠻多的 因為 我好不容易跟這個劇組 培養一個很棒的感情 可是又要馬上say goodbye 因為 演完之後 大家又要去接下一檔 你不可能一直 這群人都在同一個劇組一直演演一演啊 對啊 大家就會散了 那 就會有一種像是經歷了 熱戀期又分手 然後又在新的劇組進入熱戀期又分手 嗯哼 對這就是 演於 也不一定是演員啦 在 劇場 劇組裡面 就是會要一直經歷這個過程 所以大家 不管是 主 不管是演員或者是 團隊的人 每個人 心靈都要很強大這樣子 嗯 就常常要面對分開 然後再相聚再分開 對 以及 馬上要切割去面對下一個工作 這樣子 所以也是蠻 要內心堅強的一個工作啦 嗯 老實說真的 內心不夠堅強 嘖 當演員要小心 嗯 真的要小心 不然你就是會一直被影響 是 好 那我們再休息一下回來再繼續跟大家聊一聊 您 您所收聽的是 復興廣播電台 兩岸資訊網 收聽頻率 台北AM594千赫 台中AM594千赫 FM107.8兆赫 高雄AM594千赫 鎖定復興電台 鎖定兩岸資訊 古人說 宰相肚裡能撐船 老婆你看 我肚量這麼大 是不是很貴氣啊 你呀 坐席不正常 高血壓又鮪魚肚 什麼貴氣 搞不好是代謝症候群 腰圍血壓血糖超標 就是代謝症候群了 尤其是男性腰圍在90公分以上 女性80公分以上 就要多注意啦 可是我早就超過90公分了耶 哈哈 胖子回頭筋不壞 從現在起 就要吃的少鹽少油 還有藥運動 是 老婆大人 以上廣告由國民健康署提供 歡迎回到復興廣播電台 復興一文館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王國站 國站來跟我們分享 嗨 就是 我是聊不完的國站 今天真的很有話聊耶 對啊 真的是 國站真的是非常好聊的一個來賓 當然我覺得也蠻開心有這個機會啦 因為謝謝方法的邀請 因為 覺得自己 因為很幸運的一直有戲劇作品可以參與 所以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用 用腦這樣子 然後 能有這個時間可以好好的 整理一下自己最近的狀態跟心情 嗯 我覺得現在 現在就是有一種 喔 肩膀上的 肩膀上的石頭有少了一些的感覺 我蠻喜歡這個過程的 是 對 對對對 因為你從 畢業之後進入了兩年的這個MV公司之後 就馬上就跳入劇場的工作 欸對 所以都一路到現在這個算是蠻順遂的 欸也不到順遂啊 應該說第一次面試 第一次去試鏡就上了 這個算是蠻不容易的啦 對不對 的確啦 一路就是加入了A劇團 然後現在又有另外 其他劇團跟其他的不同的這些表演演出 我覺得最感謝的還是我的起點 非常的 嗯 呃 呃 他他滋養我很好 給我一個很棒的態度 應該要有的態度跟應該要的心態去面對這個產業 所以這是我覺得最感謝的一個很好的 對 就等於是我一路養成的過程都是秉持這個態度去看所有的事情 嗯 然後也也很也很感謝其實在自己在音樂劇演員的深愛當中 又另外又遇到了另外一個團 嗯 他反而又帶我去了另外一個世界去看看這樣子 所以 嗯 整個歷程來說 如果在細數一些中間不順遂的東西的話 那真的是沒有什麼 我覺得我現在 嗯 的確就像你形容的 很幸運跟很感謝 嗯 真的是非常 非常的 開心啦 就是覺得今天有這個機會可以跟你這樣聊聊 然後覺得哇 國戰真的是一個非常 非常健壇 而且非常的正向的一個人 哈哈 對難怪我念健壇的學校 對 明傳大學 嗯 老校有老校有 對對對 嗯 那今天好像還有要帶來幾首歌曲給我們分享 對不對 嗯帶來這首歌是 上一集提到AG團的作品 阿卡的耳哥大冒險 的另外一個 就有點像續集 剛剛提到說 呃 阿卡他還完台灣了嘛 所以那一集就結束了 那他第二集再講就是呢 他想認識更多 他開始環遊世界 嗯 所以接下來帶來這首歌就是他 準備要開始環遊世界的主題曲 那我很想要帶來這首歌的原因是因為 呃 剛剛有提到說 能能夠參與這些劇團啊 呃 很感謝之外也很有成就感的 就是因為呃 大家都越來越好 都在越來越好的路上 嗯所以呃 也就是像等一下會分享的歌曲那樣 我們有了更好的呃 資源去創作以及錄製我們的歌曲 所以他的品質越來越好 我們做出來的作品都在越來越好的路上 所以很想要分享給大家 就是很好聽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聽這一首 A劇團帶來的環遊世界 環遊世界 謝謝 在地球的另一邊 跨過遙遠的地平線 哪裏是怎麽量的世界 又有什麽樣的音樂 哪裏是怎麽量的世界 沛沛有天橋 德國有城堡 巴黎鐵塔比天高 這世界還有好多奇妙 讓我們一起出發去尋找 讓我們環遊世界 尋找新的音樂 還有什麽耳歌在等著我去發現 看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語言 會帶來什麽不同的音樂 一起來環遊世界 走過北極和南非 飛到了海的另一邊 還有什麽國家等著我去發現 讓我們一起出發去冒險 埃及金字塔 羅馬經濟場 希臘神殿的亞典納 這世界還有好多奇妙 讓我們一起出發去尋找 讓我們環遊世界 尋找新的音樂 還有什麽耳歌在等著我去發現 看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語言 會帶來什麽不同的音樂 一起來環遊世界 走過北極和南非 飛到了海的另一邊 還有什麽國家等著我去發現 讓我們一起出發去冒險 真的是一首非常可愛的作品 對啊而且我覺得 這首歌有非常多小巧思在裡面 因為作曲它 因為這首歌在講環遊世界的兒歌 所以它塞了很多 各個不同國家語言 不是語啦 是各個不同國家出現的兒歌 把它編織在一起 就是我覺得這個作曲 其實它很厲害的地方 仔細去聽它其實裡面 有很多不同的曲子 有偷偷放在裡面 對啊那種挖彩蛋的感覺很可愛 很多小巧思 對對對 而且我非常喜歡這種感覺 對我很喜歡那種大集合這樣 嗯嗯嗯 就像是某些 比較像序曲一樣 把它征收 整個劇的濃縮精華在裡面 對對對 序曲跟中曲啊 通常都是最精彩的這樣 對對對 很棒的感覺 而且它並沒有說 就為了小朋友服務而已 它是整個全年齡 聽起來都很好聽 對啊耳歌就是 有些兒歌聽起來就是 大家從小到大就在聽啊 要湧流傳吧 嗯嗯 有些兒歌聽起來真的就是很兒歌 它的編曲啊 它的唱法就是很像小朋友 那這種 這首的話 聽起來是非常的動聽的 而且我覺得這個製作 後來越想它真的 它真的意義重大耶 因為我真的覺得蠻可惜的是 現在小朋友的童年 就已經是網絡世界了 都是手機嘛 對 你你就是 大家還有在聽 哥哥爸爸曾偉達嗎 妹妹背著洋娃娃 大家還記得嗎 丟丟黨啊 現在可能是聽 橋虎島吧 嗯 橋虎對啦 或者是佩佩豬 嗯嗯 然後我就會覺得 呃屬於台灣的一些兒歌啊 就就就快要不見了 然後所以就覺得這個這個這個演出就會 就會蠻重要的 因為他會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記得這些東西 他不應該 就是慢慢的淡忘在 而不是對 現在小朋友就是幾乎都沒有聽過這首歌 就只剩爸爸媽媽聽過了 那我就覺得蠻遺憾的這樣子 嗯 而且現在小朋友聽的歌 可能或許有些就是聽韓國的 對 因為現在網路就是普及的 大家接收的資訊就越來越多了 然後那 那就是會一直在思考說 究竟屬於我們自己的東西有什麼呢 嗯 嗯然後就很希望這個東西就會一直被記得 我也希望我一直被提醒跟記得 因為 可能在我這個階段我也忘了 可能當時 我的上一輩有什麼東西 嗯所以我其實也蠻 在在接觸 接觸 嗯舞台劇的時候 特別對一些 可能歷史 歷史改編的啊 或是取材自歷史的一些作品 非常有興趣 然後特別想參與 嗯所以就會希望我可以 我可以透過這樣的過程 我可以認識 我生長的土地以前的東西這樣子 嗯就可以讓自己的文化跟自己的這個 根本被保留下來 嗯就一直想知道到底屬於我的國家 我的土地 還有什麼 嗯 而不是都是外來的一些外來的文化 嗯 就很希望以自己 自己生長環境為榮啦 是 嗯 那我們今天還有另外一首歌對不對 嗯 最後一首也是 在 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到 就是A劇團 除了在做青指向的一些可愛的 作品之外呢 我們也有做一些成人像的 就是 議題的探討 那 這首歌叫做仰望星空 是來自 呃 一齣戲叫莫娘 那這齣戲就在探討說 呃 有一群朋友 他們小時候的 同伴 呃 溺死了 可是長大之後發現 其實他根本還沒有過世 他只是被他的媽媽 他 留在家裡而已 但他們發現他其實是一個 腦死的狀態 哦 對 那 腦死的狀態基本上就已經 沒有辦法 呃 呃 跟人互動跟生活了 嗯 他就只是一個呃 生命體 就是植物人的概念 沒錯 就是一個生命體留在那邊的時候 那這時候 我們應該要 讓他 好好的離開 還是要繼續讓他 維持生命的 留在那邊不能動呢 對 這齣戲就是突然很沉重的在聊這個議題 你也在探討安樂死的部分嗎 對 就在聊安樂死的議題 但因為對 那我們 如果讓他安樂死的話 我們算是殺人兇手嗎 嗯 所以這齣戲就是在 呃 探討這個議題 然後這首歌 就是這齣戲的最後最後 終曲 嗯嗯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欣賞這一首 仰望星空 仰望星空 於是在我們的生命之中 有太多疑問面對著我 我們試圖去討論對錯 卻怎麼樣都想不通 想不通 於是在我們的無度之間 有一条分隔世界的鞋 在那之前我们判断是非 在那之前判断是谁 只有无尽的真正 这种永不停歇 都过了那么多难道的真理 我们都过了那么多的大鱼科学 大鱼科学有不同方式 在寻找解答 却只是越来越困惑 也越来越迷你遗忘 也是我们仰望星空 寻找着答案 却只看见黑暗 却只能看见黑暗 是我们看向苍穹 看见苍穹 上天却一起就保持沉默 所以我们只好像 希腊神话的伊卡洛斯 用尽全力飞向太阳 努力伸出手 想哪一个答案 却总是在最后一刻 从天空云落 让彼此一身伤 自己也一身伤 但终究还是什么都没有找到 我们一而再再而三 不断地飞向天空 不断地飞向天空 于是我们看向苍穹 上天却依旧保持沉默 将我的守着 这个大千世界的奥秘 将所有一万 留给 藏身 所以这个结局可以透露吗 最后的结局 可以啊 这出戏最后 有一点开放式结局的概念 就是主角最后做了什么选择呢 我们无从得知 那 为什么会发生 我觉得编剧想要给人的感觉就是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那么挣扎的事情呢 为什么生命会这么奥妙呢 我们就只能问老天爷了 不然我们再怎么讨论下去 误解 就是会有人会受伤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停在一个很美的时刻啦 就是我们就是只能好好的抬头看着天空说 为什么会这样的 我们还能怎么办呢 我们继续努力吧 这样子 是是是 了解 那国战最近有什么样的演出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活动计划吗 演出就是持续一直在进行当中 然后就欢迎大家多多关注台湾音乐剧发展 我都会尽可能的混在里面这样子 所以演职名单如果看到我的名字 就欢迎大家来看戏 那我就会尽量的就是拿出我最好的一面这样 然后其实应该也不会有太大的差池 接下来应该都会一直在音乐剧这个领域里面去持续探索跟学习 那像最近 最近也有去上音乐剧的导演的课程啦 跟着高天恒 小高老师学习 然后也有持续的一直在试着做音乐剧的写作 所以要自己要编导了吗 我去学习的目的不一定是我要做这件事情啦 因为有时候从另外一个学另外一个角度的一些观点 或许可以回来帮助我在音乐剧表演上 那创作的话 创作的话就是演了很多戏了 那也可能对音乐剧有一些想法跟 开始有一些自己想说的故事 所以也试着写写看这样子 然后也期待自己对音乐剧的了解 了解到什么程度了 所以会写出什么样的东西 我也蛮期待的 只是写剧本真的蛮难的 就拖了很久 但是就是一直努力在写 希望可以写得出来这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编剧这件事情是蛮烧脑的 很辛苦要把全部自己的精力都要榨干的感觉 对对对 有时候真的就是你做了一整晚 你一句话都写不出来 或者是写了一大堆又全部删掉 对然后就会一直 也是一种对心灵上的挣扎跟拉扯这样子 或者是写到一些关于自己内心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又会觉得非常的纠结 对啊我要透露那么多吗 就是会不会太赤裸了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反正就是写得出来再说 我们先努力的写出来 我们再来思考这些事情这样子 是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 我们很谢谢狗赞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